MING PAO TORONTO 作词 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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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初词》 作词 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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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人 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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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追上那片海 我站在这雪等待 掌心你也感觉 我的爱 我一直站在等待 感觉爱原来很 简单 你的笑声太阳 然后轻轻地吻过 带走上 I'll be there Oh I'll be there I'll be there Oh I'll be there 有人在吗 有人在吗 有没有人在 有没有人在 孙小桃 你就随随便便在网络上找了一家玩具店 你知道这只电子机 维系着多少届的最受欢迎男演员吗 那你觉得 那种只卖PS4的高级商场 能修你这种十几年前的电子宠物吗 我不是电子宠物 那你是什么 我说你这个小姑娘啊 你大吵那道什么呀 吵死了 老板 我的机坏了 什么机啊 电子机 电子机你少说了 老板 求求你了 拜托 拜托 这东西也太老了吧 一定要修好 就能坚持到现在 已经算个奇迹了 看来你很爱惜它嘛 这是我第一个电子宠物 麻烦您帮帮忙 这个嘛 可不好说啊 毕竟这东西太老了 孙小桃 你得提钱 老板 如果您能把它修好 给多少钱我都同意 那我试试 那我试试 太谢谢你了 不客气 小心 这 你吓我一跳 这个螺丝很脆弱的 您一定要小心一点 我知道 好了 你这 我还修不修了 喂 江浩 你干嘛在意它关不关心你啊 你现在最该在意的 应该是自己会不会消失 舅舅老天爷 一定要让它修好 您一定要让江浩回来 一定要让我的电子机修好 希望老天爷给我好运 我们一定会好的 一定会好的 小桃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你回来了 对呀 我回来了 有没有想我啊 你在干嘛 我的电子机坏了 修电子机的人说 还要两个小时以后才能打开 是不是它的寿命到了 这个东西能撑到现在 真不知道是要佩服厂家 还是要佩服你 好了 不准再看这个电子机了 你最近在忙什么 你好久都没有跟我心灵上的交流了 难道 你一点都不想我吗 芝芝 你先把电子机还给我 你先还给我 我知道 我最近 对你不好 因为我发生太多事了 我们先再来聊聊吧 其实 我最近似乎感应到了 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小桃 你知道吗 我 我最近面与人生的重大抉择 我的每一天都在跟我的理智和情感做拉扯 我总感觉我的生活追求 跟我在打拼的毕生事业 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小桃 你帮帮我 芝芝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的终身事业 就是为了加个有钱人吧 还是你懂我 那耽误了 你打拼的事业 就是说明 你喜欢上了一个没有钱的男人 那个男人就是 赵洁 你 你怎么知道 你今天喷了赵洁最喜欢的柚子味香水 鉴于现在还有这么浓的味道 你出门的时候至少喷了一瓶吧 我 谁说我喜欢他 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他呢 赵洁你来了 赵洁 你看 芝芝 别傻了 我知道 阿姨一直想让你找一个有钱人 可是如果你自己喜欢 那没问题 但是 你现在喜欢上了别人 就应该顺从自己的心啊 你说的那么简单 那你怎么不去跟你妈说 你根本不想继续念诗文 小桃 对不起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知道陶阿姨 她是一个很好强的人 没关系 我觉得你说的对 我也应该去向她表达自己的心意 对 就是这样 我跟你说我们两姐妹 应该要过成自己想要过的日子 这样才对吗 喂 妈 您已经睡了吧 是不是打扰到您了 没有 妈醒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跟妈说呀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跟妈说呀 我想跟您说 我不想读书了 我不想做什么教授 学者 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 可是 越是这样 我越觉得 那些都不是我想要的 我并不快乐 你实在怪妈妈逼你 让你不快乐是吗 您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的 妈妈跟你说 人的这一辈子 不可能一直活在幼儿园里 每个人都去哄你开心 人是要生存 要奋斗的 你现在所受的苦 都是为了铺你以后的路 妈 您知道我不是怕吃苦 只是 现在的行业确实不适合我 我在想 我或许可以找到我更喜欢的 更适合的职业呢 你自己去尝试 那你需要多长时间 三年 五年 那你要是尝试了 你不合适 你不喜欢 你还能回到这条路上来吗 做学术 是一门多么稳妥的工作啊 只要你付出 就能得到回报 妈 您听我说 我是你妈 你听我说 你要想得到快乐 你就要像你爸爸那样 有所成就了以后 你才能得到快乐 你爸爸才能够含笑九泉 我知道你大了 你有你自己的主意了 那以后 你就不要给我打电话 我也不去烦你 咱们俩就各过各的 妈 您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您千万别这么说 我错了 好吧 你知道错就好了 妈妈知道你压力大 那你就早点睡 明天好好学习 好 妈 你惯了吧 我真是知能在家里面 你终于肯把我放出来了 你知道里面有多万吗 万一我出不来的话 可就 我 好吧 看在你这么担心我的份上 原谅你 笑什么 你还在 真好 知道我的好了吧 我就说了 我是你生命中的一盏明灯 遇到我 是上帝给了你一条 成功的捷径 我没事 我很高兴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你不可以随意控制我 随意控制我是非常不尊重我的行为 如果你不能满足这个规定 我就不能跟你合作 好吧 了解 那等你睡觉的时候再用吧 好 两天用一次 孙小桃 我已经很耐心地在跟你商量了 你真的以为我很想控制你吗 邓志秋 有你求我的时候 我绝不求人 更不会求你这种随意威胁别人的男人 那我们就赌一次吧 我保证 三天之内 你一定会求我 如果你输了 你的身体 就让我没所欲为了 我绝不求你 我绝不求你 绝不 那你 等着瞧 先换男主角又换女主角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 是这样的赵道 这部电影呢 我们准备抢占圣诞党 所以卡司方面 我换了更有影响力的苏远晴小姐 那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 是因为之前我们一直担心苏远晴小姐的荡漆问题 直到昨天晚上才最终敲定 所以 你们 跟我儿先斩后奏是吧 你们是不是觉得 这个项目导演的意见无关紧要 赵氏导演 其实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这件事情是我不好 但是我真的很希望能跟您合作 众所周知 您在艺术电影的领域 有非常高的在意 而且获过很多国际大强 但是这些都不是我想跟您合作的原因 我想跟您合作的唯一原因是 我真的非常喜欢您的电影 您的每一部电影 我都能够倒背如流 而且至少看过三遍以上 甚至更多 过去的我 不敢奢望 可以成为您戏的女主角 那怎么 怎么这一次敢奢望了 是不是看我拍商业片了 觉得 我可以对你们女主角的要求 降低一点 导演 因为我觉得 经历了这些年的磨练 我很希望可以通过跟您的合作 得到再一次的提示 这是我为我们这部戏 写的人物小传 还有 写了几套表演模式 过去的我 有很多头衔 但是我希望从这一刻开始 站在您面前的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 想踏踏实实演戏的演员 苏远青 坐吧 谢谢导演 谢谢 看见我做女主角 好像不太开心呢 如果有第二张机票 你愿不愿意跟我走 去哪儿 你不是说 你能把导演的电影 倒背如流吗 我还以为你跟我说真的呢 你好像和我记忆中的 那个苏远青 不太一样了 依然 我接这个项目 完全是因为你 因为我觉得 我总比一个新人 能够帮到你 就算你不想回头去看我们的感情 但是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圈子里 难道 我们互不相见吗 如果你觉得我们两个 连朋友都做不了 或者我的加入给你带来 非常大的困扰 那么我愿意为了你 拒绝这个项目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他们这么做 不公平是吗 孙小桃 没有名气 没有粉丝 你让他接这么大的项目 你觉得 可孙小桃他也为此 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你之前不是说过吗 人只要坚持 就一定会有回报 丑小鸭也会变成天鹅 丑小鸭变天鹅 那是因为他们父母 本身就是天鹅 努力 是这个世界上 最不需要成本的东西 如果努力就能成功 那么每个人 早就成为亿万富翁了 你知道吗 小青 你变了 一人 一人 我只是想让你看清楚 这个圈子的现实 你有今天 那也不是天上雕馅饼的 那是需要人去运作的 你应该庆幸欧阳静选了你 请你珍惜 赵氏导演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 你跟孙远晴搭戏 这对你来说是一个提升 你要知道你现在正是上升期 下一个礼拜真人秀就要预录了 你最好给我打起精神了 抓住这次机会 把知名度和市场再开拓一下 机会 只要你想要 随时都可以找到我的替代品吧 你说随时有些夸张了 还是需要几个月的 但是你记住 你有这个警惕性是好的 我可以塑造你 一样可以摧毁你 只要摩世在 明星常换常新的 那你再启用孙小桃也不难吧 什么意思 我答应你 我参加真人秀 但前提是孙小桃也必须参加 那你给我一个必须的理由 她原本就是赵氏导演 亲自选的女主角 我想把这个机会还给她 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 真人秀 是啊 现在是全网流量第一的节目 家族 嫁给百万明星 说白了 就是在节目上跟明星谈情说爱 现在人不都喜欢看这种东西吗 它是满足那个人那个偷窥的欲望 上一集啊 就是跟江浩谈恋爱那个 那个 露西 露西啊 哎呀 现在人气啊忘得不得了 上节目啊 哎 这个都剩七位数了 和江浩谈恋爱 这个女的我记得 品味超差 而且 还爱喝咸豆浆哎 那你爱喝甜的啊 你是不是疯了 你觉得我会喝豆浆吗 甜的我不太愿意喝 这个 如果请我喝咖啡的话 抹卡 加一份奶油 不过A的话就算了 但是我告诉你啊 听说这一季卡丝更大 周亦然都要上哦 我能和周亦然上同一个节目啊 还不止这些 我告诉你 还要在节目上 跟周亦然谈恋爱 周亦然也来了 太好了 等等 为什么要加一个更字 我的天啊 我终于要带出一个一线小花了 我要跟周亦然谈恋爱 宝贝 你来了 宝贝 我想你吃我煮的面 我煎 你把你煮的面 滚回去了 拜托你给我一点空间好吗 不要总闯进少女的幻想 你这位做白日梦的少女 拜托不要让我每次看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浪费生命 你就没有高级一点的衣服吗 我觉得挺好的呀 你这衣服穿的跟男生一样 这是我的风格 谁说贵的就是好的 贵的不一定好 但肯定比这些好 孙小桃 让我带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真正的牌子化物 牌子货 快点 我的家到了 爬上去吧 爬 为什么 因为仪式感很重要 那儿明明有门 然后又有锁 那边还有摄像头 我可不想被当做小偷好吗 要怕你自己爬 秘码 秘码 秘码这东西是非常私人的 怎么可能随便告诉你 求我控制你吧 这可是经过我深思熟虑的 不是生日日期 不是手机号码 更不是我喜欢女人的三维 你怎么知道的 一二三五八七 没想到你真的这么自恋 竟然用自己的名字大写字母做密码 是 哼 哇 怎么样 呃 呃 可是 在自己家客厅放自己这么大的照片 也太浮夸了吧 你不觉得很帅吗 我可是邀请国际造型团队帮我定制的 为什么这儿有辆车呀 你们家没有车库吗 因为好看啊 你会骑 不会 那为什么买它 因为发动机 的声音很好听 所以我就买了 你要这么多奖杯 也太受欢迎了吧 哎 有一个放散了 哎 放回去 别动 嗯 很可疑哦 你要是认输 我就放回去 而且我也不问你了 女人 不要 试图 激怒 我 你是谁呀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他 不是那个大人物吗 经常出现在财经新闻里面的那个金茂春 他为什么会在你家呀 把他赶走 这里不欢迎他 我怎么赶走他 这又不是我家 总不能说江浩本人就在这里 只是您看不见吧 那样的话 可能不只是报警 还要找精神病院了 那你求我 要不然你会因为 擅闯民宅 蹲监牢的 啊 啊 啊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没电 我还不知道这人是谁呢 被我十分钟 让我勾思一篇小作文 你是江浩的情人吧 还可以这样啊 这是五十万 五十万 怎么 这熟悉的桥端就这样发生在自己身上 还真有点小兴奋呢 你不会跟我说 你们是真爱 所以必须在后面加个零吧 也不小心身家过百万了 如果这后面可以加个零的话 我们可以是真爱 这五十万的支票 是你唯一能获得的 如果我能听到任何有关江浩的事情 是从你嘴里说出去的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最后就问您一句话 你问吧 那东西 得怎么用啊 了解 我去银行 我去银行自己拆 还好我带了好多备用电池 但是 要不然你又要被关在电子机里面了 你有没有觉得 电子机最近的电量用得很快啊 对了 金茂春是你什么人啊 亲人 仇人 投资人 还给我支票让我走 连生活都这么抓嘛 可以挠不住一部神奇的大戏 你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可别想让我还回去啊 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 就当你的房租了行不行 这点钱算什么 如果是我 我会坑他五千万 再把他踢出去 看来你也不想说 那我们回家吧 不 你先陪我去一个地方 马上给我查清楚 教号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我不知道 是 是 他是 他是我第一个粉丝 你不是说那个故事是骗人的吗 好了 该睡觉了 可是 故事还没完呢 乖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好不好 万一 万一明天他死了怎么办 不会的 不会的 不行 不行 我不能让他死 不会的 我不能让他死 阿姨 您放心 他不会死的 明天早上的时候 就看到他好好地活着了 是是是真的 真的 只要您乖乖睡觉 我 只要我乖乖睡觉 只要我乖乖地睡觉 我明天就能看到他了 我乖乖睡觉 明天就能看到他了 难过的话 就别硬撑着了 谁说难过了 好 坐 好 来 来 来 我乖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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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张仪啊 给你介绍了一个 Dragon集团的二公子 你听啊 Dragon Dragon 你听啊 就是一个大公司 是一个国际上市的大公司 后天 来 后天啊 我帮你约在了酒吧里 捣吃捣吃 打扮漂亮点 我又不会喝酒 酒喝起来不都是一个味儿吗 闺女 你是傻 我让你到酒吧里是喝酒的吗 不是给你俩创造机会 多交流 多沟通吗 你是跟小桃住一块儿啊 别跟她一样学成个书呆子 再说了 你这个古板的桃阿姨 能教出什么会造捷径的好孩子 妈 你说你闺蜜坏话就算了 干吗说我闺蜜坏话 我说的是事实 而且 妈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你有喜欢的人了 那那个人有没有跟你说他喜欢你 应该 就 就快了吧 应该就快了 什么叫应该就快了 那就说明人家不喜欢你闺女 妈是过来人 你可别像妈一样年轻的时候犯傻 那条路很辛苦的 爱情啊是会消散的 持有把钱抓到自己手里 那才是硬道理 明白 我会过来 你会说明人家我们在哪里 一千年轻的时候 都被 load好 做个尝尝 然后一千年轻的时候 放开尝尝尝 手里 就不过 你ah 为何 去哪一千文字 我哪一千文字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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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嘛 我妈说啊 那些能嫁给王子的 高富帅的 都是做这种发型的 你妈妈是看的 专属于六十年代 嫁给豪门的发型吧 小桃 你是不是觉得 我的头发不好看 是有那么一点 不太适合你 我明天就去拉纸 芝芝 你别不开心了 你把头发弄纸了 你就是世界上贵贵的芝芝啦 芝芝 江浩 我想要跟你敞开心扉的聊一聊 你要聊什么 我们现在共用一个身体 我知道你有很多秘密 不想告诉我 可是这样子 我们两个人就会不信任 这样的关系 停留在这儿 你觉得对整个事情 有帮助吗 那你想要知道些什么 你一直让我接近周易燃 到底是为什么 他虽然跟你是竞争对手 可是他不会害你的 我就知道不能告诉你 他什么时候 变成我的竞争对手了 他只不过是 被我丢弃的助理 助理 我们家周易燃 可是在日本出道的练习生 好吗 那是欧阳靖帮他设定的 为了骗你们这些小妹妹 他还没出道之前 叫做周小明 在国内当练习生的时候 根本就没法出道 穷得要死 后来跑来当我的助理 没想到 欧阳靖 竟然为了跟我赌气 把他捧成一个小生 这简直 就是打开了金手指 我们家周易燃 果然是过着主角人生的人 果然不能告诉你这种脑残粉 我怀疑他的事情 孙小头 我帮你接近他 是为了完成你的心愿 我先释放出善意呢 是希望你可以帮我找出真相 这种人情事故 不需要我教你吧 对不起啊 是我误会你了 没想到你一心 都是为了我着想 不过 你也有小小的误会 我想见周易燃 是因为 有一个专属于 我们两个人的约定 什么约定啊 都说了是专属于 我们两个人的 刚刚是谁说的 要互相信任 我不知道 他还记不记得 我们的故事了 或许 只是我的一个梦 还每天胡思乱想 把自己都骗了 没关系 你照着的话去做 现在你们没故事 之后 一定会有故事 怎么做 你手上不是有五十万吗 那五十万是我的 我不可能还回去 我又不是叫你还 我是要教你怎么用 既然您是焦昊先生介绍来的 那么您可以享受 我们的一个VIP折扣 以上一系列服务盛会是 四十九点八万 四十九点八 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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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 算了算了算了 就当我破产免栽吧 我得赶紧去 去哪儿 赶紧去练我明天的开场白啊 嗯 我花了这么多钱 这事儿可不能砸在我身上 你练习也没用啊 反正明天要面试 你还是得靠我 因为这对事与症的你来说 绝对世界 迷生 哎呜 你还能跑 不可能 不行 我想像你一样 你这么怕水 都能完成在水下的拍摄 我也可以的 嗯 你怎么跟我比啊 我可是 偶像 和实力结合的男明星 你呀 连个配音演员都称不上吗 呜呜 是吗 你是说谁 撑不上啊 撑得上 撑得上 什么 既然撑得上 那你就得加油 大话放成这样 到时候搞砸了 就会丢脸 那可是拍摄现场 不是录音棚 对了 我要是把拍摄现场 变成录音棚怎么样 录音棚 大家好 我叫孙小桃 今年二十三岁 很高兴能够来到 嫁给百万明星 我不是科班出身 也没有任何表演经验 我只是一个 从来没有想过 站在聚光灯下的路人 我来参加选拔 是因为 我想要站在他面前 大声地向他告白 我想嫁给的百万明星 只有一个人 周 亦 然 好 太好了 好 太好了 好 太好了 好 好 太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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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帮到你了 你当然帮到我了 谢谢你鼓励我 帮助我 所以 爱你啊 爱 你这个词也 太严重了吧 也是 有那么多人爱我 也不差你一个 真的谢谢你 你不愧是 永潭长青树 最受欢迎男星 你 把长青树三个字收回去 我觉得 我到时候一定能成 收回去 收回去 把长青树三个字收回去吧 拜托了 收回去吧 收回去 走回去 拜托了 您好,您的证件呢? 我带了,带了呢? 好,我当机一下。 让我把这几个点看住了。 别碰我。 教授。 远勤小姐, 先去准备起来吧。 好的,教授。 好。 远勤姐, 张总监呢? 他刚出去了。 哦。 哎呦 我们张大总监的面子可真大呀 没想到能请动远亲小姐 我只是路过 所以来看她的班 依然呢 原来是来看你的 绯闻男友的呀 我跟她呀 是练习生时候的同学 认识太多年了 开玩笑 开玩笑 她呀 本来是要买的 但是上个活动迪累了 反正现在呢 只是海雪 她没必要飞再 好 那我就先去 你们忙 我们下次再见 别呀 你既然都来了 就给我们做个明星评审呗 那哪儿行啊 哎呀 没问题 孙小桃 是 艾米 你们两个跟我过来 我们的悬拔呀 都是有纪录片的 如果上面出现了苏大女神的名字 我们也跟着蹭点流量 算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你 一会儿呢 你们两个就站在两边 一个一个来 但是我又不想让你失望 好 请 苏远晴怎么会在这儿 开始吧 那我们开始吧 你先 谢谢啊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她一定是故意的 不是 这个姑娘 你没事吧 那个 我们知道你很想表现自己 但也不必行如此大力吧 赶紧平身吧 没事吧 没事吧 大家好 我叫艾米 今年二十四岁 我的中文名字叫艾嘉丽 我毕业于纽约州立大学 我十五岁的时候就独自去澳洲留学了 我的爱好呢 是冲浪和滑雪 今天来到嫁给百万明星节目 我希望能够被选中 并且很有信心 能够把这个明星和素人配对的节目 演绎得非常精彩 那你心中 有没有已经被锁定的明星啊 当然有了 我就是为了他来参加节目的 周毅然 既然是这样 那我问你 如果遇到同样喜欢他的选手 你会怎么样 我想 他见了我之后 就不会再去看其他女孩了 好 谢谢 旁边这位女生 嗯 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孙小桃 今年二十三岁 很高兴 能够来到嫁给百万明星 我不是科班出身 也没有任何表演经验 我只是一个 没有想过在聚光灯下的路人 今天来参加选拔 是因为 我终于可以站到他面前 大声地向他告白 我想要嫁的 百万明星只有一个人 他就 好了 不用被自己写的自我介绍了 我看你今天穿的 也是很别有用心 是别出心裁 这样吧 我们来做一个规定情境 一个即兴表演 可以啊 假如 你现在得了最佳女主角 台下全部都是观众 你会怎么说你的获奖感言呢 我 我没有想过 我 我 我们真人秀节目啊 最喜欢这种突发性状况 虽然我们有台本 但更考虑演技 还有临场发挥 是吧 袁金小姐 这个想法真不错 谢谢 加油哦 好 在今天之前 我只是一个 再平凡不过的路人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站在这里 我要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能够 不好意思 你讲话的声音实在是太小了 我听不到 这是一个舞台 你要让最后一排观众 也能听到你的讲话 好吗 再来一遍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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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有点那个 语言表达性障碍啊 没关系 我们再给他一点时间 今天 以前 我说 你没什么问题吧 因为我后面还有通告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没有时间 不好意思 我先走了 我是那个孙什么桃子 你行不行吗 说话结巴穿得跟个鬼似的 不行你就下去 还有一个人等着呢 我 我 说话呀 快一点 你说话呀 我认输 拜托 让我控制你吧 你无间不醉的人眼 你厚过未尘的防线 还是给你 我的笑脸 两点尖醉 但是之前 算不止你离我多远 真的怕你 消失不见 我也有我的骄傲 和独特思考 要把你所有优点 痛痛都放在心间 直到你成千 Tomorrow is tomorrow 你心仰慌我的能源 想大力水手指楼不财 为了爱愿打败不胜 Tomorrow好去猛肉 告诉自己勇敢向前 想念身后的水平 Oh 为了爱与我们的迷连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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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pid to be do be do be do Oh oh Stupid to be do be do be do Oh oh Stupid to be do be do be do Oh oh I'll dream you can't show